大家好,今天是10月18日星期三的早上 恒生指数继续在28588点这些突破位置之上做整固 始终都要消化一轮整固的获利盘 后市我继续会看向上 今天也是内地十九大会议召开的重大日期 过去市场比较短炒 例如环保、太阳能、新能源、甚至铁路股份 以太阳能为例,基本因素方面是严重的 不过短炒政策衷劲 因此我会建议大家审慎继续去看这些版块 如有政策落实或落空 其实都有机会令到短炒浪源热